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对于出道有没有什么特别想问的或者是特别好奇的 有吗 你好PT 我想就很好奇您当时在训练唱跳和气息的时候是怎么一个训练方法呢 其实唱跳跟气息首先第一个 你要针对不同的表演的场合来选择你歌曲的唱跳的难度 OK 那你就不能选择难度太高的歌 你一边唱着歌 你一边呀 这种标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选择很重要 我想问的是您在以前训练中是如何训练唱跳几块这个方法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方法 一般训练唱跳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边跑步一边唱 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最后唱歌最重要的方式是如何控制你的声带 如何控制你的声带紧绷 其实唱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想象练习 你要想象你的发声位置去找你的发声位置 比如说你的声音在前面或者是你用鼻腔共鸣更多 或者是用胸腔共鸣更多 整个你要唱出来的歌是要符合你自己的特色的 然后让别人听着很舒服 所以在唱跳这一块的练习就是边跑边唱边跳边唱 完了以后你会知道在什么时候你该泄气的时候泄 该放松的时候放松 该用力的时候用力 就是一定要控制到自己的气息 什么时候快 什么时候慢 什么时候放松 什么时候抓紧 OK 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 谢谢您解答 一些对于舞蹈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固执 会影响到你去吸收别的东西 怎么去比方说在跟老师学习过程中间 你去看老师的那些律动也好 balance也好 还是他们的动作也好 怎么去跟他们做到一样 这样的话会进步的很快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舞蹈的一些坏习惯给丢掉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产生一种误区 就是在跳舞的时候想太多 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 那这么想太多的话呢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上台的时候呢 你就有时候会忘记动作 或者是觉得这个又没跳好 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直反复的过程中间呢 你就会发现自己又变得不一样了 这就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叫做成长 懂了吧 你的目标只要定准了 以目标为导向去做事情 肯定可以做好的 比方说你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唱跳歌手 好那你肯定可以 那你现在就是个唱跳歌手 然后你要给自己下个目标说 我要成为一个非常牛的唱跳歌手 OK 那你就往那个牛去做 那你的牛的定义在哪里 你就可以去找一些你的参照物 比方说国内的 比方说国外的 我能不能达到他那个水平 那如果达到这个水平 我算不算牛呢 然后周围的人是不是一样的 跟你有一样的想法说 你真的很棒 真的给你认可呢 当然在别人真正给你认可的时候 一定我们自己心态不能牛 当别人都把你当回事的时候 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 当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事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当回事 好不好 就是这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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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